今晚常客张爱佳会编会导又会演 睽違将近十年的时间 才有新电影在台湾开拍 男女主角保密到家 到记者会当天才公布 由台湾演员张孝全 柯宇伦 以及香港女星梁洛诗主演 张爱佳主导的新片 到记者会当天才公布男女主角 由张孝全 柯宇伦主演 而最受瞩目的目归香港女星梁洛诗 从看叛来以前的戏 我就觉得她是一个会把自己的 用生命去燃烧一个角色 所谓就是比较内心的东西 你的生活的精力一定要够丰富 你对看东西感受要够强烈 今年25岁的梁洛诗 从12岁就踏入演艺圈 同是模特 前演过电影《刺青神鬼传奇3》 后与香港富商李泽凯交往就此行 这是她产后付出的第一部作品 特别跟小朋友吃很多 所以而且现在出来工作 开始减肥为了这个电影 所以就减肥 很想拍戏吗 你在休息的时候 我 杨洛诗面对媒体挤督词穷 坦言再次复出是很重大的决定 女主角受到瞩目 张爱佳主导的文艺爱情片 讲述三个年轻人的故事 故事内容横跨20多年 将在台北以及绿岛取景开拍 新唐有太监旭 郭云卡 张元亭 台湾台北报道 Practice 了计划